马贤议会今天下午登场 备受国际的关注 前总统马英九至此的时候 是提到了坚持九二共事 反对台独的立场 也强调两岸如果发生战火 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则强调 没有什么势力可以把两岸分开 陆委会也发出了声明 对于马贤总统这次的会晤 没能公开传达台湾人民 对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 以及民主自由体制的坚持 有为台湾社会的期待深感遗憾 马英九和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面 两人握手十六秒 再次成为历史镜头 会谈开始习近平先发言 再次阐述两岸同胞 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 也对马英九坚持九二共事 给予高度评价 面对两岸局势越区紧张 马英九向习近平表达 两岸应该理性用智慧解决争端 维护两岸和平 当面脱口向习近平说出中华民国 马英九也提及九二共事 一中个表反对台独的立场 这场会面安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东大厅登场开放双方致辞后 随其闭门会谈 公开的谈话中 习称呼马先生 马则称呼习为总书记 由于马英九时习近平展开 国家主席第三任期以来 所谓正式会面的台湾政坛代表人物 建议准总统赖清德 将于5月20号就职 加上每日峰会同一天举行 美中台日关系敏感 而陆委会对二次马习会 日前曾表达 希望前总统马英九 还是要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 记得陈安清张敏卢综合报导